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656章 謊外決戰 4 上次說到 我和康拿山人商量好之後 想出發去對付方大同 但臨走時 黃甘彤就說 慢著 等等 我還以為他有什麼要準備 結果他直接對著那百多個黃山寺的舊寶 然後說 你們裡面要有個頭的 推舉一個帶頭的出來吧 大家聽到之後七嘴八舌 你推我讓 最後推舉了一個叫做傅明儀的人出來 黃甘彤見到之後 他便笑了 據說 就是那個人和黃甘彤聊天 是聊得最久的 都是他最先察覺到黃山寺有問題 所以黃甘彤就很信任他 這個人絕對不可能 那麼甘心被呼啦啦吉一針 所以由他做頭 有一定的防範水作用 於是我們很自覺地分成三隊 而且互相約定 不是去到很緊急的時候 不可以互相救援 這樣便可以保證到 大家都可以完成任務 那也就是說 基本上屬於各自做各自的事 在路上 傅明儀和幾個骨幹力量商量了一下 他們很清楚 現在最好的保命辦法就是 快速進入戰場 接著很快地 這樣中了百多個以前的舊戰友引誘出來 牽制著對方打消耗戰 那無論是誰贏了 他們都可以不死了 大不了就被呼啦啦吉一下 這個結局算最差了 我們走了半個多小時 那才回到方大彤的營盤前 這一陣子 方大彤擺好陣了 百多個黃山寺的舊部站在最前面 方大彤就沒有用獸兵 看樣子 那群野獸兵團在營盤裡還有其他事要做 再說 那群獸兵其實很害怕人 真是不可以不說 呼啦啦吉的速度真是很快 就是這麼短時間而已 將反水過去的百多人全部改造 他們一個二個目光呆仔 像是僵屍一樣 站在營地門口最前面 站到一把線 黃山寺站在很高大的呼啦啦下面 而方大彤這個時候 已經騎在呼啦啦的背上 他沙邊居然還有一條薑繩 綁在呼啦啦的頭上 這個造型確實嚇得嚇人 方大彤也很清楚 這一仗遲早要打 他也知道我們很快就會回頭 負明兒帶著一群人和對方一打照面 馬上超乎幾個骨幹施展手段 然後馬上引來回擊 負明兒一路打一路退很快離開了 竟然把我百多人拉到營地的西面 對眼前發生的這些事 方大彤好像完全不關心 他的樣子很得戚 一副君臨天下的樣子 他好像在說 收服這群人只不過是自己的面子問題 我作為大哥的 怎麼也要有幾個跟班 不能孤零零一個人打 他就不指望這群人可以保護他 任由他們去玩 不打就不知道 一開打我才知道 奇門裡的這群人果然是暗山門裡很厲害的 這群人的手段完全不差過我們 除了黃山寺的外生差一點之外 每個人都很厲害的 不過 反衰過呼喇喇的那群人 他們的智商很明顯下降了 他們對眼直不甩是不會轉的 比不上正常人頭腦那麼靈活 但他們夠膽打 根本就不理自己的生死向前衝 而我們這群人頭腦就很靈活 也不會跟這群人拼命 不過這樣也可以抵禦到呼喇喇的這群人 黃山寺站了一陣前 特意去刺激方大同 他大聲喊 方大同 你下來 站在上面那算怎樣 你怕死吧 方大同坐在呼喇喇的背上 哈哈大笑話 嘿嘿嘿嘿嘿 你別想止以擊傷我 贏了我腳下的這個打手仔再說吧 方大同說的打手仔就是他下面的黃山寺 說回來 黃山寺的年紀比喀喇生人還要大 他這個時候捐成為一個打手仔 但黃金彤在下面繼續大聲說 你不要整天在上面裝作 我才不理你什麼打手仔 花靈鏡 你儘管放馬過來 你大爺我都沒怕過 這才是黃金彤想做的事 他的擊傷法很有效果 方大同馬尚在呼喇喇背上點了一下 呼喇喇嘴下面的腸鬍鬍擺了一下之後 黃山寺目光呆仔地衝出來 他施展老龜化了 那些光氣整支心地向黃金彤刺過去 山堤喇眼明手快打斜衝出來 他要保護主人 他用自己的身體擋住了那陣光氣 結果那陣光氣穿過了山堤喇的胸口 如果不是看牙散人早就洗出了白布打燈 用光氣罩罩著黃金彤 他早就沒命了 我都感覺到身下的地上在震震震震 耳朵邊有一些好刺耳的弘弘聲 接著看到黃金彤的身前紅光一閃 好像連鋼的時候放出來的那種紅光 康拿山和何武道這個時候都是兩手向天 口裏不約而同地吐了少少鮮血出來 原來黃山寺這個老龜化的光氣 這次沒有一大片掃過去 不像上次這樣大面積出擊 而是把所有光氣集中在一點上 形成了一支光氣針 這支光氣針一下子把山堤喇穿透了 山堤喇是妖鐵來的 和普通鋼鐵是完全不一樣 可以把山堤喇打垮的東西有很多 十個以上的野獸兵團就可以做得到 但是要把山堤喇穿透它 這些東西就不多 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的 就像是個圓球一樣 人可以把圓球扔進去 無論如何踩它都可以 但是用手指頭要把圓球捉穿它 這樣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支光氣不僅穿透了山堤喇 康拿山和何武道同時架起了百步打燈 那支光氣撞到百步打燈的光氣上 兩股力量對撞之下 直接把百步打燈的光氣罩燒到紅當當 這是我之前完全沒有見過的 或者從怪最猛烈的攻擊之下 可以令百步打燈的光氣罩有這樣的效果 但當初從怪找到我們的時候 已經是強佬之末沒有什麼力了 所以我真的沒有見過 康拿山和何武道兩師徒同時都吐血出來 這個狀況更是之前沒有見過的 說明了他們兩個的百步打燈都受到很大的衝擊 令他們兩個身體都受了傷 不過還不算很嚴重 康拿山的嘴角就是滲了一點血出來 來到這個時候我才完全明白 康拿山之前真的不是把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本身可以入到風外保境的這群人 全都不是樓 他們隨隨便有個人去到我們那邊 都可以令江湖聞風喪膽 比起風力上國之樓還要厲害很多倍 而且黃山寺當年他的名頭比康拿山人還要大 只不過入到方外保境之後 之前在江湖上打下來的名頭就弱化了很多 因為在方外保境裡大家都很厲害 正所謂百虎之中無大王 但就算這樣也好 黃山寺都統領了這三百多人這麼多年 搞到到最後他營地裡的人看到他都忍不住打緊冷陣 這件事不是靠口可以做得到的 要有實力 他雖然很猥瑣 就不代表他沒有實力 而往往那些很有實力的人 其他方面都會令人覺得他是很奇怪的 黃山寺就屬於這樣的人了 我覺得康拿山人之前很有分數 叫我和劉慕蟬去引誘方大童和呼喇喇 不要跟他打 其他人集中精力去對付黃山寺 這件事真的不是嚇我們 而這個方大童之前是黃山寺的得力手下 看法他的手段和黃山寺都差不多 最多比黃山寺差一點點 如果不是的話實力太懸殊 是不會成為好兄弟的 方大童的優勢就是 可以將呼喇喇據為己有 這一手就很厲害 像是趕蟲人一樣 自己雖然打不過敵人 但可以用蟲去打人嘛 方大童有了呼喇喇 肯定比黃山寺又要厲害很多 可以說今時不同的往日 因為呼喇喇真的很厲害 從怪聞到他的味道就要走路 那就可以說明了是甚麼問題 哈拿撒人這個時候 看到我站在發誓偶鬥 他抹了我嘴角的血 然後跟我說 你還等甚麼 等到方大童 騎著呼喇喇過來嗎 快走 快走 很明顯 哈拿撒人也很心急 當初計劃就是各自做各自的事 一個環子有問題 很可能就滿盤皆輸 我馬上趕快拉著林武漢 從後面跑出去 而在這時候 所有人都對著黃山寺下手了 其中哈拿撒人 是負責保護著每個人 山堤被浸光氣貫穿空口之後 竟然從地上爬起來 貫穿的胸口雖然還是紅蕩蕩 但完全遇合了 這便歸功於 開拿撒人之前重新斷練山鐵鞋 令山鐵鞋有了自我復原的能力 山鐵鞋重新站起來之後 瘋狂地向著黃山寺打過去 因為他是打不死的 所以他拼命纏著黃山寺 加上大家一起攻擊 現在這個局面 一時之間都僵持了 我和林武漢馬上馬上馬上 去著方大童和呼喇喇跑過去 方大童之前 一直看著黃山寺 跟我們班人打架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人太多了 黃山寺雙權難敵四手 而方大童走不以為言 自然自語和 黃山寺呀黃山寺 你也有今時今日 哈哈哈哈 而我和林武漢不敢來呼喇喇太近 其所十多米遠的地方停下腳步 方大童馬上轉轉看著我們 呼喇喇喇的時候都轉轉 抹大血盆大口 口中流著口水都看著我 我打算拖延時間 於是便說 方大童 你是造蟲師 我是趕蟲師 本來我們倆之間應該是合作關係 但是我們倆搞到今時今日這樣 你摸摸你的胸口 你的良心痛不痛 方大童聽到之後 她便不生氣 而是說 你不要口花花說那麼多 你家士投降還來得及 你被呼喇喇喇喇一下 我們之間便可以合作到 林武漢聽到之後便說 想闖你的心 憑甚麼我們要成為呼喇喇的快女 方大童攤了一手 接著說 我沒有說 是你們希望合作而已 而我就繼續笑著 那我們先別說其他事情 說真的 你師父是誰? 或者你師父是認識我師父的 方大彤聽到之後又跟著問 那你師父是誰? 就是這樣 你一言我一語 我居然跟方大彤聊了五分鐘 在不用動手的情況下 我就願意繼續跟他聊 但方大彤明顯感覺到不對勁 也不是懷疑我在拖延時間 而是他覺得自己被人玩了 對於黃山智是生還是死 他就完全不關心 在他看起來 黃山智只是呼喇喇的附屬產品 再加上那麼多年關係都那麼差 可以說黃山智的生死和他完全沒有關係 他也不指望黃山智在場上可以出多大力 方大彤發現被人玩之後 他控制著呼喇喇的頭向後退幾步 林武善看到這樣 發現只靠吹水便不行了 於是他馬上騰空而起 拖著神龍古臉向方大彤苦衝過去 林武善沒有打算攻擊他 只不過想吸引呼喇喇的注意力 但完全想不到 呼喇喇高過這樣舉起了尾 林武善苦衝到一定距離之後 本來想著蜻蜓點水浮空而過 他軌跡很清晰 不可能有危險 結果降生被呼喇喇的尾吸了過去 琵琶一聲 林武善整個身被撕在呼喇的尾上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